過去兩天錄得290宗成交 是一個半月以來最多 葉小安報道 今年首個開售新盤是 匯德鋒在啟德的Monaco 在週日發售145個單位 全數即日沽清 發展商隨即加推新一張價單 涉及是100伙 支實售價大約由662萬 去到1810萬 支實售價是24400多元 比較首批單位 加價大約7.7% 第二輪銷售會在星期四開始 一共是133伙 當中有13伙以招標的形式發售 過去兩天整體一手市場 錄得290宗成交 是一個半月以來最旺 今年頭半個月 新盤錄得差不多560宗成交 逼近上個月全月590宗 另外二手市場成交量也轉旺 四大代理行兩天 錄得16至24宗成交 當中有代理行 已經是連續三個禮拜 維持20宗以上的水平 當中成交量最多的屋苑 是天水維加湖山莊 兩天一共錄得6宗成交 有線電視記者葉兆安報導 等同